欢迎回到 第44期大话说电影 我是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讨论电影 又是很快的一周过去了 对 刷刷刷的 就是说还是我们两期之前 做的那个节目 讨论的电影 关于《住了记世界》的事 这个电影好像现在 全球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了 一个billion 对 就是让我觉得有点 有点磨不太清楚头脑的 明明觉得这个电影 好一般好一般好一般的 可是票房上表现就是这么强 这也没办法 《金刚》也不都是这样吗 没办法的 就是商业片 对 商业片 大家就是逗个乐去看一看 而且这个东西 就是说大家都已经听说了 名声在外 所以说好不好 坏不坏呢 就算是个体验吧 对 另外好像说 国内有一个新的电影出现 叫做金蝉脱鞘 第二集 Escape Plan 这是 史泰龙的那个 对 史泰龙和David Bautista 对 第一集是跟施瓦辛格 好像 对 第一集是在一个很奇怪的 都是托育的 对吧 第一集我看了 要是我给的话 恐怕也就是 大概给一个可那种水平的电影 就是说 娱乐片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新意 史泰龙也是有点老 而且那个片子 总的来说 就是说里面那个悬疑 就是让你觉得 好像有点出乎意外的 那个感觉 基本上不太有 感觉味道比较成就的 对 那这第二集呢 第二集 我还没来及看呢 不过现在感觉好像是 不是特别看好吗 豆瓣上给分是1.5香 这相当低 那是 你想 阿诺施瓦辛格 那么大一个人物 换成我们的教主 黄晓明 这个档次好像是降了不少 换成了黄晓明 而且这些在国外是不播放的 就是直接上 上这种Netflix 什么的 就直接Straight to DVD 我们叫 就直接就是上 家庭影院 不上大型影院的片子 但是在国内 因为是有黄晓明 所以就基本上是把它给 好像是做了一个版本 基本上它是主要 那个是南一号 然后所有海报什么 都把它放在南一号 来就是在电影院里面卖票 然后据说还是有人去看的 但基本上都没看完 都逃出来了 这是就属于那种 像前一段时间 我们说那个谁 就是Olander Bloom 在国内拍的片 那个感觉 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为中国市场 做的电影 是吧 对 所以说在我们这里 连进电影院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在国内的话 造的挺火热的吗 好像是有一点热度的吧 但也是 这个火热 我觉得是给骂出来的火热 就是比如这样 1.5星这种现象 我估计 因为中国电影市场 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的电影市场 它好像是说 比美国就是电影院的数量 什么的 比美国还稍微低一点 但是说已经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说中国市场 就是有肉可挖 所以说很多电影 都情不自禁地 向这个方向倾斜 对 像这种专门捞金的 这种电影 就基本上 我都没觉得 就是看到过什么 就是特别好的结果 现在过来捞金的片子 基本上都是沉船的 对吧 首先在片子 就感觉没有合拍 对吧 对 都是感觉是捞钱的 而且就是非常短期效应的这种 也确实不是 我还是挺忙的 我这周连续看了三个晚上电影 是吗 都是在电影院看的吗 两部是电影院看的 另外一部电影院看不着 所以就只能想其他办法 你看什么电影 我看了一部是Scario 2 是边境杀手2 一部是今天要讨论的 蚁人2 黄蜂你现身 还有一部是看的 就是国内现在 大家朋友圈上面 刷得非常火的 我不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 我真是听说了 扑面而来的最近 很多什么推荐 各种各样的讨论 大家都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 但这个片子我还没看 你觉得我应该看一看吗 我们澳洲这边 好像是没有人 把它拉过来上映 还是怎么着 反正我到现在 还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所以我就想了其他办法看 反正毕竟这个电影 也是说是卖假药的 我想卖假药的 也不怕我们看刀板的 你要是觉得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在 今后一期两期节目里面 讨论一下 我也可以找个机会 把它看一下 而且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值得聊的 一部电影 让我找个机会看一下 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 具体讨论 这是我们在今后 一两个星期之内 会出现的讨论主题 包子这样 这一周也有一些新的新事 我们前两三期节目的时候 给大家推荐过一个 叫做Cinemia 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 就是电影 看电影的一个会员 对 比较适合心仪的观众们 对 就是说因为他电影院 加入活动的电影院 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电影院 包子工作的地方比较近 所以说我就加入会员 然后下载了一个手机软件 然后用手机软件来买票 我这周的以人二 就是通过会员的方式看 费了我好大的力气 比较麻烦是吧 这个软件用起来特别不舒服 就是说他不能够在软件里面 直接去选择电影 或选择电影院 然后购票 你需要在电影院 自己的网站上看清楚 你要看哪一场电影 什么时间呢 而且还要区分出来这个电影 是不是三维电影 是不是属于那种 就是IMAX的那种电影 把这些东西都搞定了之后 然后你要回到 Cinemia这个软件上面 然后在这个软件上 把这些信息都输进去 然后他做出来一个 一次性可以使用的 信用卡的卡号信息给你 然后你再回到 电影院的那个手机软件上去 用这个信用卡的信息 去买那一场票 你不能买其他场次的票 而且这个信用卡 信息号一次用完了 就作废了 对 麻烦是很麻烦 但是真的就是说 好像是一个月7块澳币 是吧 然后就可以看两部电影 我记得是 9块钱看两部电影 大概就是5块钱一个电影的样子 对 反正是超级便宜 特别是在澳洲 现在我们看电影 它是有点像滴滴打车一样 是按照时间段 不同的时间段 它的票价还会特别贵 我星期三 我去看《蚁人二手印》的时候 我也在市中心的电影院看的 然后我刷进去以后 我就纳闷了 它的会员价 就是它电影院 它自己有一个会员的价格 反而要比平常的价格还要贵 我不知道它是个bug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 没想清楚 对 现在就是说看电影 如果你不是用一些非常 用用其他的手段 或者是 就像我的话 我是用了一个电话公司 他们的会员买电影票比较便宜 有个打折活动 对 你不用这些 你就是自己去买电影票的话 真的是太昂贵了 就感觉好像是 突然之间特别了解 为什么有一些不太经常看电影的人 一年只看两部电影的那种心态 因为看一场电影 确实开销挺大的 两个人看一场电影 再吃点东西 就一百多奥币 一百奥币就打不了 对 不过就因为是我用 Cinebea的会员看了这个电影 我心里还真是有点挺舒服 救了我的命 因为我在第一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用这个会员看电影 然后半截突然之间有很重要的工作 电话打进来 我不得不跑到电影院外面去回这个电话什么的 电影院只看了一半 所以今天要重新又看了一遍 这电影看两遍 如果没这个卡要看两遍的话 真的就这钱有点不值了 那这真的是就是有点热血上头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今天这个电影我们是看完了 高高兴兴来讨论 这个电影是我们44期的主题讨论 叫做蚁人2黄蜂女现身 这名字我也觉得 因为以前很长时间我们一直说 这个电影就叫做蚁人和黄蜂女 蚁人和黄蜂女 现在电影我觉得特别奇怪 就是什么叫黄蜂女现身 然后什么环太平儿 雷霆崛起 崛起什么东西 就很莫名其妙 是这种中文翻译的名字 特别奇怪 然后也不一定是翻译 就像我不是药神 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挺狗血的 很好一部电影 但是你这个名字一起 就让人家想到 我不是潘金莲 我不是黄荣 什么那一套东西 特烦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 因为电影 就是这个名字 它本来是英文 那么你在中文这边 就没有什么特别权威的翻译 其实就是说谁抓住了 谁先翻译了就算谁了 或者是不同在国内 甚至是不同的网站 或不同的电影平台 他突然之间发现 就是有一个新的电影出来了 那么他当时就是说 不同的平台 它的翻译方法都不一样 然后就是说 这个电影里面的信息 很多时候也是 不同的人翻译方法不一样 好像我们上次讲了 关于《死士2》电影的时候 里边的网线哥哥 不同的平台的翻译方法 都不一样 对 其实都是大家自己编的 对 都是现编的 对 《语人2》黄蜂女现身 先简单讲一下吧 这个故事大概 基本就是跟着我们的美队三内战的故事续集来的 里面就是说是我们在第一集里面 那个蚁人叫Scott 他经过了这些法庭审判这些东西 最后给他安排是在家里面服役 服役的时间是三年 然后再加两年 服役的时间是两年 然后再加上三年的观察期 那么他这两年的服役 基本上就已经还剩最后三天了 然后他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里边他就梦见了 当初他跟那个叫做什么 Pin博士 Hank博士和他 Hank博士的女儿 就是原先他一起合作的这两位 失去了的母亲 他就做梦梦到这位前任黄蜂女 然后他就打了个电话 其实这位博士和他的女儿 一直在过去这两年里面 试图做一个机器 因为他们了解了 蚁人进入这个量子世界之后回来了 他们就觉得好像失去的夫人和妈妈 也可以从这个世界里面回来 试图去在科技上寻找这个机会 那么就在这关键时刻 收到了Scott的电话 然后就把他拉回来 强拉回来 一定要让他加入自己的小队活动 然后去把失去的妈妈 或者是夫人拯救回来 那么中间就存在了 不同各种各样的势力 有一个像黑帮一样的武器商人 另外还有一位其他的一个 不能算是坏人吧 就是说是一个对他们这个科技 很感兴趣的这么一位女子 叫做Ghost 鬼魂 鬼魂女 然后这两个势力都试图去争夺 他们发明的科技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主题矛盾 这位电影的导演 他是Payton Reed 也是蚁人第一级的导演 这部片子在国内要 好像是8月8号才上映 但是我想说的是因为这部片子 其实它没有什么很大的那种 包袱埋在那边 所以其实我们敞开谈 就是给你剧透了 你看这部片子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的 因为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 今年漫威的电影世界 出了两部特火热的片子 第一部是黑豹 当然黑豹里面有一些文化 或者政治主题的东西 所以说虽然说在国内不是特别火 在全世界这个范围来说 是很火的 至少在北美是很火的 那么第二 就是说我们出现了无限战争 这无限战争就基本不用说了 让大家都心情很沮丧 胸口压了一块石头 然后出着电影院 那么《蚁人》这部片子 就是跟着前面这两部大制作 就是漫威电影世界的大制作 他自己对自己 就是说不是特别认真的 这个片子的态度很轻松 他讲的也是非常小的矛盾 非常小的故事 因为整个来来回回的这些 关于科技的争夺 整个这个电影的故事 就发生在就是蚁人Scott 他最后这三天服刑的时间里面 整个这个电影就发生在三天里面 然后就是说 他这个电影本来就是 延续第一集的风格 也是喜剧性非常强 因为主演Paul Rudd 就是一个喜剧演员 所以说喜剧性很强 而且这个喜剧性 他跟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的 比如说像雷神3 或者是像银河护卫队2 就是那个喜剧味道都不一样 他这个喜剧味道更像是那种 就是情景喜剧的那种喜剧味道 我觉得像雷神3 那个银河护卫队什么的 更像在看卡通的那个感觉 看这个蚁人这些这种幽默 他反而是就像你在看那个 看这老友记什么那种感觉一样 对对对 像情景喜剧 对 就是感觉就是他那个分量 和那个节奏 基本就是半这个方向走的 对 所以说这个片子看起来 就是不用特别严肃 但是看得非常轻松 挺好的 片子的主演 包括Paul Rudd 重新回来演Scott Lang 也是就是蚁人 然后他的这个女朋友 叫Evangeline Lilly 演的是Hope 也是我们新版的黄蜂女 然后里面出现的另外的其他人物 包括Michael Peña 去演那些 说了不停的Louis 然后Michael Douglas 演就是Hank博士 另外新人 新出现这个电影里面 Michelle Pfeiffer 演就是老板的黄蜂女 然后Lawrence Fishbourne 是Morpheus 就是海克帝国里面的黑人 然后另外有一个 算不上是坏人 就是什么鬼魂女 Hannah John Carman Cayman Hannah John Carman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 就是坏人 就黑帮坏人 就是Walton Goggins 他在古墓林里面 也演坏人的 对 很多电影里面 都演坏人的 我觉得就是一般长相 长得不是太善的人 一般只能演坏人 是吗 颜值 就是怎么说 特型演员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让我觉得 挺有意思的一个角色 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他叫做Arundel Park 演的是一位 联邦的一位警察 专门用来监督Polrod的 但是他演的是一个亚洲角色 他是亚洲面孔 喜剧感非常强 主要的能点出来的 就是这些角色 他就是之前演金正恩的 刺杀金正恩的 里面演金正恩的 那片子我还没看 是吗 值得一看 对 是吗 值得一看吗 你找机会了 你说到Lawrence Fishburne 就是黑客帝国里面 演Morpheus的演员 说到他的时候 其实我稍微想了一下 他也挺不容易的 他是在三个电影公司的 就是漫画电影公司的 系列里面出现 他第一次出现是在 福克斯系列的 Fantastic Four 他里面演的是 Silver Surfer 他演的Silver Surfer吗 确切来说的话 是他配音的Silver Surfer 但因为Silver Surfer 他整个人是一个CG的人物 那么大多数时候 你就通过他的声音来 认定这个人 所以他是Silver Surfer 然后在DC的超人的那些片子里面 他演的是 他报社老板 对吧 对 对 对 报社老板 对 然后在这里面 他又演的是一个 也是一个老英雄 叫Goliath 他也是能变得很大的一个人 这个人在漫画里面 也是挺有地位的 这样一个人物 他在漫画里面 故事性最大的一次 就是在内战里面 他被钢铁侠 克隆出来的雷神打死了 你是感觉这个剧情 在漫画里面 其实好乱的 要不然的话 就是说漫画里面的剧情 跟电影里面的剧情不一样 所以说听起来的时候 总觉得有点错位的感觉 而且他被雷神打死的时候 他是在巨人的情况下死的 所以他死了以后 就是要挖好多地 给他来做买他的实体 就是坑人特别大 对 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虽然说提了一下 就是说他是巨人的计划 但他其实在这里面 具体表现的 并没有说他是一个超级英雄 或者是有什么特别能力 什么的 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博士 是一个科学家 对 你具体谈一谈感想吗 这个片子你看完了之后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部片子 其实从这个感觉来说 就是说看Ainman这种喜剧 这种感觉来说 我觉得是比上一部 要更好玩很多 然后我觉得他里面的 就是演员阵容 比上一部也强了很多 就除了Lawrence Fishberg 还有Michelle Pfeiffer的加入 什么的 真的都是很强的 然后这部片子 他唯一就是 比较不幸的就是 在这部片子出来之前 我们看了很多部 就是关于这个 以Family为主题的 这个超级英雄的片子 所以当你在看到这部的时候 这个话题就稍微有点旧了 因为我们刚刚看完了 那个英雄总动员 总动员是说一个家庭的 所以这是他 这不是他的错 但是就是这个排片 使得他稍微就吃亏了一点 在主题上感觉 好像有点重复了 对 从喜剧的节奏角度上来讲 你是更喜欢看这种片子 还是更喜欢看 像雷神3或者是像银河护卫队 那样的片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挑剔的 是吗 对 就是你比如说 就是两种冰淇淋放我面前 我两种肯定都会吃 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 到我们现在这个程度 基本上漫威电影出来 没有不看的 对不对 对 这个东西也像我前一段时间说的 就是说漫威现在这个电影世界 越来越像一个大电视剧 就是说你已经把这些人物 都吃得差不多了 然后你整个这个心情和感情 都已经投入进去了 就是说不管出哪一集 你都会看的 所以说像蚁人和黄蜂女 这部电影 就是说在业界里面的估算 应该说对他的 比如说像首个周末 票房表现的期待值是比较中庸的 就是觉得他应该算是 不可能超过前面两部电影 但目前来看蚁人和黄蜂女 就是首个周末的票房 应该也不会特别差 因为他的构造比较小 就是之前那些片子都是 或者要拯救地球 现在都是拯救宇宙了 但是在蚁人的这些电影里面 永远是就比较小的规格上面的一些 好人和坏人的斗争什么这些 就没有牵扯到很多别的东西 对的 不牵扯就是给这个电影 世界增加什么压力的事 对吧 他讲的就是说小人物自己的故事 非常个人 非常私人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像就是拯救自己的老婆 救自己的妈妈 或者是怎么跟自己的现有家庭 搞好关系 基本就是这样 他的定位也是挺好的 因为刚刚看完了 那个无限战争 甚至是来deadpool里面 都是拯救未来 是不是 也是就片局挺大的 所以他看看这些 就是比较小的这些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对对 不要那么压力 时不时的就是减压一下 对 而且另外一个 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有一个挺明显的感觉 就是说漫威现在还真的是 就是怎么说 对女权方面 有一个挺强的转向感 就是我现在觉得 现在看 我们现在看蚁人和黄蜂女 这个电影 就是蚁人2 黄蜂女现身 这个电影 我觉得这个电影 其实是黄蜂女的电影 而不是蚁人的电影 对 就是所有的打斗 什么的 也是它更比较出风头 对 首先是关于动作方面 就是说 黄蜂女的打斗场景 比蚁人多 也比蚁人看起来帅 对吧 第二就是说蚁人在第一集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电子工程师 他有偷东西 然后他有很 在第一集里面 他其实是很聪明的 他智力很高的 那么这些东西在第二集 基本就没什么感觉 就感觉他在这个电影里面 基本就是一个喜剧角色 他学过电魔术 在第二集里面 很重要的 大家都在想 他怎么变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 像第一集里面 原班人马 基本上就全部都搬到第二集里面来了 但这些人 他的功效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什么 关于情感上的再发掘之类的东西 基本就是说 为了保证电影世界的延续性 然后他们就出来跑一下龙套 表示第二集跟第一集是连着的 基本就这样 包括像 Scott前妻 和他前妻的警察老公 再加上Scott身边的这三位 就是怎么说 跑龙套打杂的这些小高人们 就是这些人都出现了 但这些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可做 我觉得他这部电影是 人物是比较多了一点 特别是那个 就是你前面说到 那个黑帮的那一系列的人 其实跟整个电影的主线 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完全没有这帮波人在的话 他这个故事还是挺完整的 故事是挺完整的 但是打斗有一半 是跟这些黑帮的人在一起 才发 就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说这些黑帮的人 我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他如果没有这些人在的话 他没有展示 他没有办法去展示 那些飙车的那些镜头 因为你说 让警察去追他们的话 他们就不能把那个车破坏的太厉害 对不对 因为警察怎么说也是好人 你不能伤害到好人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要设定 有一群就是比较无能的坏人 在追他们 但即使是这么说 就是这个电影里面 基本上是没有人死的 好像就是说 没有说开枪把人打死 或怎么样的 车是翻了 但是说你没有看到 有人具体是受伤或怎么样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个电影 就是说他现在看 就是黄蜂女是最大的主角 然后最大的反学也是女生 然后他们这个电影的目的 是为了把黄蜂女的母亲救出来 这是一个主题 结果这个妈妈救出来之后 还发现这个妈妈 现在已经存在了超能力 总而言之 这个片子里面的女性味道 是相当相当足的 对 这男生的基本就是在旁边 就是当绿叶 衬托 做这种事情 那萧帆我真的是没话说 真的还是老女神 那感觉就是 虽然我们不是 就是去年我们还看的 那个东方快车魔烧案 也是有他们 但真的就是每次看到他 都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在那边 好像是四五年前 他还拍过一个片子 是跟Paul Rudd一起拍的 就是说他年纪很大了 但是Paul Rudd是年轻的 他们两个人有一个 就是叫什么姐弟恋 那么一个矛盾 对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而且另外一个挺有意思的 转眼就变成丈母娘了 摇身一变 老母鸡变鸭 另外就是我们在喜马拉雅平台里面 有一个朋友 他好像是看了 蚁人和黄蜂女的预告片 好像留了个言 就是说这个主演 就是Evangelian Lily 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太老了 我也是一直这么觉得 我从第一集就觉得 他长得非常老 而且就是说 第一集包括这一集 他大多数的表情 都是比较愤怒的那种表情 就很不满的那种表情 所以不是那种笑得很自然 这种 所以就是说看上去特别显得老 就老拉着个脸 就是让我感觉就想起 Ocean's 8里面 Sandra Buller那张脸 就永远是板着脸 你别说他真是有一点点相似 但是他指定是怎么说呢 就不是说像Sandra Buller那样 往脸上搞得很厉害 很过分的那样子 因为他确实一笑的时候 这儿全都出来了 他是能笑能怒的 但是就是说他 但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很注意 我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的妆总来说画的是非常淡的 就是在屏幕上他就是说他那个眼附近的皱纹 或脸上的暗暗的小雀斑点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到 他在整个就是漫威电影世界里 所有的人物里面 他的妆画的是最淡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这个人物角色 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物角色 所以你在看这个人物在屏幕上的时候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很享受生活 很幸福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你就觉得如果我要是蚁人的话 我跟他在一起 我可能会精神上就有点压力 因为这个人总是很强 有战上风那种 不由自主那种压力感存在 但是在第一集里面 他老板着脸是因为好像 他跟他爸爸关系不好 他爸爸然后情愿去请个外人过来做蚁人 也不让他做蚁人 所以他非常不满 但是到最后 第一集的最后 他拿到了黄蜂女的衣服的时候 他有那种满足的效果 但到这一集里面 他好像又变成了一个 他其实性格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 不管什么的 你给他一时高兴了 但是他第二天又是板着脸来找你了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有这个理由 因为比如像 他在第一集里面的时候 他跟蚁人Scott两个人在一起 本来搞得挺好的 对不对 然后Scott偷了个衣服 然后就跑到德国去参加美队内战去了 然后不就被抓起来了 然后一消失就是两年多 那你作为一个女朋友在这边 突然之间这男朋友就消失了不止两年 你再见到的时候 他不可能就直接就拥抱 他指定是要挑挑骨头 挑挑刺的 我觉得你可以对他发怒 但是没必要永远摆那一张脸 到底这是一个电影 我就觉得不好看 你知道吗 不好看吗 我觉得挺好看的 而且我挺喜欢这种 就是精神上比较强 而且就是相对来说 在能力上非常独立的这种女子 我觉得在看这种女人角色的时候 比如我看那个像钢铁家的女朋友 或者是就是看这些人 我就觉得有意思多 但问题是每个男的都在很轻松的看玩笑 你唯一一个就是女主领 你在那边永远是摆着那张脸 那我知道你是想就是提出那种 就是女人是可以很强的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 你突然就是让别人觉得是 就是男的都是挺有意思的 女的就是特别boring的嘛 你就会显出这种样的东西 你大家没觉得 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女的 没有一个是搞笑的嘛 对啊 对吧 搞笑的全都是板着脸的 对吧 都是很痛苦啊 或者未生存在挣扎啊 这种的 对吧 而且另外就是 Eventually Lily 她是1979年8月份生的 她今年已经39岁 最快40了 所以说 也不能说她是个年轻小女孩 对吧 而且如果是有些听众觉得 好像是她长将有点早 这也不奇怪 问题是 但是过来 她的对手是那个Paul Rudd Paul Rudd是就是这20年来 好像是没有变化过的 就长得永远是长那么年轻的感觉 动灵 对啊 所以你在她旁边演戏 真的就是挺吃亏的 另外一个就是Eventually 她自己是会打的 她在这一点上也是有一点优势和 就是怎么说呢 有点 有点力度的 因为她在最开始 演蚁人第一集的时候 她练过这个泰拳 然后在蚁人第二集里面呢 她就是要继续让她使用泰拳这个系统 进行搏斗方面的设计 然后她说应该是对这个武打方面 为女性稍微改变一下 所以说最后在武打设计的时候呢 把这个动作系统改变了 就看到我们现在她这种翻来翻去的 然后再夹杂自己 变大变小的这种 看起来有点像黑寡 那个打法就是总是悬空的 对 对有很多摔跤的技能啊 这些东西 就是还非常好看的 我挺喜欢她的 我觉得一个真的是说 能打的能打架的女生 看起来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我刚看完这部电影 我刚从电影院里面走出来的时候 我给这部片子打分 是打得很高的 但是就是我出来了以后 然后就是再仔细想了一想的话 我觉得这部片子里 就是作为一个以科学为主题的 一个片子里面 它很多东西是反科学的 是没法解释的 是更像魔术的这种东西 就比如说 它本来的这个东西设定 是它是把原子之间的空间给变小 所以就可以人变小 但是它的力气还是保持一样的 对吧 但是在这级里面 好像不是 它很多设定不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你一个饼干盒里面 装那么多汽车 你没有办法 说这些汽车是那个重量 还有那个房子把它变小 这也不是就是变小了 你就可以把那个房子拿得动的 对吧 同样 同样他们这些人物变小 他们还是可以以正常人的力量 去跟别人打 但是你变大了 你变大了以后 如果你的重量 还是一个正常人的重量的话 你早就飘掉了 对就不会沉到水底 水底下去 对不对 所以就很多这些东西 特别不合理 他就是不统一 对 然后还就是 Michelle Pfeiffer 从那个空间里面出来了以后 整个就是变成了像一个女巫一样的感觉 手指会发光 然后什么解释都没有的 都是这些东西 量子能力吗 人都已经解释了 说在这个量子的世界里面待了三十年 然后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他了 他不只是有一个就是对环境的适应 还有一个本质方面的改变和和就是什么 变革进展 这个是人家自己说的 但是说实话 我对他那个就是量子 首先他这个电影里面说很多乱七八糟的这些科学 这些词 这些词呢 就是基本上都是电影台词堆一切起来 就是为了让你听着摸不着头脑 对 这以人自己也说 你是不是就把量子加在所有其他词前面 就是说就是说的大家都挺乱的 另外呢 就是说我对他们那个关于这个量子这个世界的设计和 就是他对这 因为这个博士和他的女儿 黄蜂女两个人研究出来这个新的科技 可以跟量子世界进行交互吗 或者是就进入到那个世界里面去 那这些东西呢 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完全就都放开了 我已经不打算去叫这个汁了 就是真的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并没有把这部分当做科幻来看 对 对 这些东西真的搞得是驴层不对马嘴的 而且另外就是说他妈妈还会生活在量子世界里面 大概30多年 在里面还可以继续变老 然后还可以继续研究思考关于科学方面的事 然后呢你回去之后还可以把它从这个量子这个基本上就是不同的空间嘛 不同的维度嘛 把这个人物原封不动的还带回来 我当时我在想你把这个人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 当你的那个肺已经比氧气的原子更小的时候 你还怎么呼吸呢 不过这个东西就你就没有办法问这个问题 因为他根本也并不是把这个东西当做科幻的主题来跟你讨论 对 如果你在里面30年的话 你这个也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 然后这衣服也就穿了30年 任何变化都没有 不太可能 而且就是第一集的设定里面 就是Scott说就是你进入那个世界的话 你的脑子也会受不了 你会那个变疯的嘛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Hank Pym进去了以后 有一段时间 他就变得很暴躁 就是要疯掉那种感觉 对吧 那只是在里面待了几分钟而已 那你一个正常人 你在里面待了30年 你居然没有疯掉 然后什么变化都没有 不太实际 就是把你之前说的这些规则 全部都给推翻了 其实在看一人一的时候 我就有很强的这个问题 就是他说的是你这个人的分子 就是说其实是不变的 只不过是之间的距离排得更近 所以你变小了 所以说你变小的时候 你的体重如果不变 你是不可能骑在一个飞的蚂蚁上 然后飞来飞去的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 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你只好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让它划水 让它自己滑过去了 让它 不然的话你这电影也没法看 但是如果你真正要把这个地方就放开了 拿它就当作幻想电影看 而不是当作科幻电影看 那这个地方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坎 其实就是把它当个喜剧再看 说实在的 当个喜剧再看 别太当真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反觉 叫做Ghost 就是我们的鬼魂女 这个Ghost是一个挺奇怪的设定 它的特殊能力是可以怎么说穿越 穿透各种各样 我们现在今天身边生活的这些东西 就有点像那个Vision 幻视的那个能力 跟幻视能力是一样的 就是不会飞 对吧 然后它 它自己本身是控制它不太了这个东西的 它做了一件衣服帮助它控制这个能力 然后里面讲的 就是说这个小女孩 她的爸爸本来是跟Hank博士在一起工作的 后来是被Hank博士给开除了 然后自己进行试验 试验失败了 大楼爆炸了 然后她就在这个爆炸失败的过程中失去了父母 然后得到了这个能力 这感觉是跟Ion Man 2的那个故事差不多 但是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你要是说你这个身体 就是经常会变成像幻影那样 然后就是说你自己也摸不到什么东西 然后别人也摸不到你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小女孩被救的时候 消防队员进来的时候 就想把她扶起来 但扶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她像一个就是怎么说的 幻影的那么一个人物在那样 就摸不到 当时我在想到她的衣服怎么回事呢 不是 她怎么能站着呢 她不应该从地上穿下去了吗 就掉下去了吗 她经常会坐在什么东西上 然后她就换事 然后自己摸什么东西又摸不到 对 然后这个摸不到的时候 难道你屁股就可以坐在什么东西上 手就摸不到 对不对 而且就是说 她还没有掌握她这个能力之前 她是怎么吃东西的呢 对 这些都是问题 就是说这个女生 如果她不能够百分之百地控制自己的 就是这个什么时候换 什么时候不换 对不对 什么时候换影 什么时候不换影 她全程就应该是光着的 她怎么身上还总是穿着汗衫呢 所以就我觉得就是蚁人这个系列 她不应该太去强调这些科学的东西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说看蚁人的时候呢 就关于里面的科学啊 关于里面的不同空间的这个维度的解释啊 还有就是关于这些坏人啊 就是这个鬼魂女这个坏人 她就是这个小姑娘身边的细节 这些东西啊 都是不能够太认真的 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它去认真地去研究 这样的话这里边的就是断茬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她的故事的主线 不应该是围绕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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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离子世界 因为你越围绕这个东西 大家会越会去研究这个东西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这个片子呢 总的来说就是不是为了做出来 让你烧脑的 对吧 不要想太多 对 而且这个片子里面呢 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坏人 因为包括后来的这个这个鬼魂女呢 她是为了能够得到量子世界里面的这些能量 所以说才去抢这个科技的 她是为了生存 其实就是 抢这个科技的目的就是为了 把整 救自己的生命嘛 不然的话她的生命会结束嘛 所以说为了让自己活下去 她才会去抢这个东西 她还在全程过程 这整个这个过程中呢 她有很多机会 可以干掉蚁人 干掉黄蜂女 干掉汉克博士 但她也没有这么做 对吧 而且其实她是非常憎恨那个 汉克平的 因为在她眼里是她杀了她父亲的 等于是 对 因为汉克博士把她爸爸开除了 然后她爸爸才开始自己搞自己的试验 然后才发生事故的 对啊 所以一开始在车里面 她就去 正常的话来说 她就肯定已经把她已经杀掉了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人去阻止她 你在这个 就关于这个鬼魂女身上 也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信息不对称 或者是不平衡的这些事 其实是不对称 我觉得是 情绪不对称吧 我觉得是信息上面不对称 你首先说情绪不对称 怎么回事 就按照她的这个性格 按照她的那个时候的情绪 她肯定是会把那个汉克博士杀掉的 她那个时候只要是夺到她那个房子 就是说留着她活着 还是死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至少在那一刻 她是 她的信息量只有这么些 所以她没有理由让她活着的 对不对 但是因为电影的剧情需要 她让她放了她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不太不太 符合她后面的人 就是那些情绪 特别情绪化 她说我要去 我要去杀了这个人 我要去杀了那个人 然后那个 Bill Foster就跟他说 你不能杀人 什么什么的 就说 如果Bill Foster在场的话 她是可以克制她的 但是在她不在场的时候 就没有人克制她的情况下 她是应该是去杀人的 因为她以前的训练 告诉她就是要去暗杀人 什么的那些 因为她是以前帮秀做事的 那以前的秀其实就是那个Hydra 她其实就是Hydra的一个杀手 对 这点她自己说了 就是说她其实是执行了很多暗杀任务和侦破任务 比如这样偷信息 因为她可以隐身 执行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任务的 然后后来才跟Bill Foster在一起 因为Hydra在怎么说呢 被溃败了之后 很多人要过来把她解决掉 然后她才逃出来 才跟Bill Foster在一起的 所以这也是就是Marvel电影世界 因为她要往前面做 就是说补前面那些故事 但是她就漏洞就做得越来越大了 她如果是Hydra的人的话 那么Hydra要对付美国队长的时候 为什么不派她去呢 她比东宾厉害多了 美国队长根本不是她对手 她拿着队也没用 穿过去就行了 对 而且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是这样 就是说有很多像什么 各种各样的武器扔过来 枪打过来 她基本就是都是过去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在打斗方面 就是围绕着她也是做得挺好看的 就首先她就是说 她可以就是变成幻影 这样就什么东西也攻击不了她 但在那种情况下 她也攻击不了别人 对 而且她这个东西也就是说 因为她跟着她自己的脑子走的 她想变成幻影的时候 她才幻影 她不想变成幻影的时候 她就是正常人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很多时候 她自己的思维也会出错 比如像她一旦走神的时候 她也会被击中 就是这些东西的 打斗方面的原则 做的还是比较扎实的 对 因为这个东西 还是跟着你自己的脑子在走的 所以比如说你眼睛看到 然后等到你脑子反应过来 这上面还是有时差的 对 然后就是说 再加上就是黄蜂女跟她在两位女子 在战斗中互掐这个过程 这个动作设计也是蛮好的 而且我觉得就在第二集里面 就是个打斗场面 在变大变小方面 她花了很多心思 所以说总的来说 这个看起来 这个打斗场面比第一集漂亮很多 特别是在黄蜂女身上 因为黄蜂女会飞 所以说她从这里有 从哪里没有 整个这个过程就是搞得非常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的 几乎是如那种会像 teleport的那个感觉一样 我在这个战斗过程中 有一点不明白的 就是为什么大家看这个黄蜂女 她在那飞 大家都会拿枪去打 你真觉得能打得中吗 我就觉得应该去拍她 拿个苍蝇拍那种 打苍蝇拍嘛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电影里面 就是假不过就是蚁人Scott 他在美队内战那一集里面 他被抓起来了 那之后他就是假称自己 把自己的衣服给毁掉了 后来他就拿了 就是Hunk博士 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 这个新衣服还说是 正在就怎么说 属于就还没有完成的一版 所以说存在里面 有一个regulator的一个小装备 经常失灵这么个问题 那么一旦是失灵了的话 他就有可能是变成 一个固定的尺寸 就变不回来了 这是这个电影里面 用了很多梗 但是我在想 就是说他这个 就是新的这个 就是什么 这个样本的这个新衣服 他到底有什么新能力 我一点没看到 好像没有吧 就是因为他旧的那件衣服 给他偷了 所以他做了一件新的衣服 然后还没错 还是在测试状态 所以就很多就会变大变小 然后就停止不了 他其实从故事上面的 一个需要点 就是其实蚁人在内战里面 已经变得很强大了 如果他可以随时随意的控制 他变大变小的话 其实是个很强大的人物 所以在这集里面 需要把他给削弱 削弱的办法 就是让他没有办法 控制自己的能力 而且我觉得在第二点 在这一集里面 基本上他的角色出现的 就是为搞笑 虽然说最后 给了他很多很重要的动作 让他去完成 保证最后科技 没有被坏人夺走 或怎么样的 但是总的来说 故事进展 是由黄蜂女来推动的 她就是在起干草角色 就是轻松气氛的目的 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 这个故事主要还是围绕着 就是Hank Pink 他那一家人的故事 所以Paul Rudd的 Scott Lane 他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还是等于是一个局外人 虽然他是一个男朋友的角色 但是他不是他这一家的人 所以他还不能是 是算很核心化的 一个角色在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 他在车里面 他会觉得很不自在 我觉得你说这一点 说特别有道理 因为就是说 这个片子里面 你从头到尾 你感觉有感情投入的人 是Michael Douglas 就是Hank博士和黄蜂女 还有另外一个 把他妈妈救出来的时候 就是说这些人的感情 感觉都挺真挚的 就是觉得他们 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 那么对于蚁人Scott来说 他就没这个东西 对 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有一点就是说 他们在试图打开 这个量子空间大门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 他那个未来老丈母娘 在他身上灵魂附体 那么一个 对我也特别 就是对那段 我也觉得特别别扭 首先他演得非常好 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 又非常不科学 又变得很 就是很神话 或者是魔法的 这种东西的感觉在那边 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说那个地方 我觉得他们 其实演得非常好 特别是Paul Rudd Paul Rudd后来他自己说 他说那一段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演 就是说他自己 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和精力去琢磨 关于那一段 就是丈母娘附体的 那一段的细节 怎么才能够 把它搞得很贴切 具体在三个人 在演的时候 三个人不停地在笑场 肯定要笑场的 我看的时候 我都在哈哈大笑 肯定是要笑场的 这一点就是说 那个地方 就是看起来感觉 好像是 其实非常不容易做 另外一点 就是Michael Peña 在这个电影里面 重新给他加了一段 他必须像机关枪一样 得不得不 该讲故事那个过程 就是我们看过 一一的时候 对 那一段montage 那段montage就是说 他说的话 在他的想象里面 真实人物出现 来说 但是那些人物的表情 其实都是 跟着他的眼 的表情 对 所以那一段也是 就是看起来 好像是非常快 节奏的就过去了 但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在做的过程中 其实是挺不容易做的 因为那些人 在讲关于黄蜂女 或者是在讲 Pora的Scott 或者所有的其他人 他们在说话的时候 那个表情 都要跟Michael Peña一样 而不是做他们自己 现在每集里面 做一段这个东西 就让我想到 那个X-Men 他里面就是 Quicksilver 每次出来 他都要每一集里面 都要做一个 很大的场景 暂停的那个东西 对 就有点这个感觉了 就算是 算是一个 一个特色吧 而且在这里边 Pora又脱上衣 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他应该是脱上衣 频率最高的了 我还在想 他是不是要 让他脱个上衣 然后他就脱了个上衣 洗了个澡 完全没有必要 我在想 《复仇者联盟4》 可能是一个 故事倒序的方式来说 然后就是让 Michael Peña的 Louis来说 他们是怎么打败 Fanos的 你这个想法 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 应该给他们写个邮件 不过要这么说的话 好像是以前 有几位听众 都跟我们 就是关于 看过《复联3》之后 讲了关于 就是说以后 就是探讨 这个故事 以后怎么发展下去 就是讲了关于 《以人》这个电影 其实应该是对 《复联4》的 剧情发展很重要的 你现在觉得 那些猜测 在这个电影里面 有什么实现吗 我觉得他埋伏了 很多东西在里面 就是说可用可不用 就是Michael Douglas说 他就是说 你进入了 那个等离子世界里面 你要穿过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是 就是没有时间的 什么的 就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是一个埋伏 就是说他们怎么会 窜缩回时间 去拯救这些英雄 什么的 可能是在这个里面 他有很多这种点 是埋伏在里面 但他真的到时候 用不用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电影 后面有两个彩蛋 一个是点刚结束的时候的彩蛋 一个是最后的彩蛋 最后那个彩蛋 基本就是 好像就没有什么 对给剧情发展的空间和意义 我要吐槽这个彩蛋 是我看到现在最烂的一个彩蛋 最没意思 最没意思 而且它是在预告片里面 已经给掉了 我真的 就是我坐在那边 就是第一个彩蛋完了以后 要过了大概五分钟 还是多少时间 然后再第二个彩蛋出来 就这段时间 就是太浪费我这时间了 如果我知道 在最后的彩蛋 就是预告片里面 那个蚂蚁在那边 敲鼓那个东西的话 那我就不看了 虽然说最后一个彩蛋 没有什么亮点和意义 那之前的那个彩蛋 还是挺重要的 就是说讲的是 就是鬼魂女 好像还是再需要一点量子 世界里面的 这些什么能量和颗粒 所以说派蚁人 回到量子世界 去采集这个东西 采集的过程中 就是说丈母娘 回来这个老板 黄蚁女就跟她说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穿过什么什么地方 要小心 那些东西看起来 很漂亮 但是很危险 另外关于时空的 这个就是漩涡 不要往里面走 一旦进去了 我们就不知道 怎么把你救出来了 对 然后他就进去了 他进去了之后 把他要采集 这种采集完之后 然后他就回不来了 回不来的原因 是因为Thanos 打了一个响指 对吧 所以说他跟他一起 组队的这些什么黄蜂女 还有丈母娘 老板黄蜂女 然后再加上 什么汉口博士 就都化灰了 死全家了 就是 就被灭团了 对 对 这个灭团之后 导致就是说 蚁人他被卡的 这个量子世界里面 他就出不来了 他出不来了之后 他就必须得使用 那个时间漩涡 才利用这个时间漩涡 才能够出得来 我是这么猜的 而且另外有一些 其他的谣言 比如说像 在复联寺 复联寺里面 有一位 就是女演员 被选中 来演他的女儿 叫杰西 是一个未来版的杰西 所以说我看到 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想可能就是 这个剧情安排 想让他在时间里面 向前走 让他能够看到 他未来的女儿 然后做一点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 会回来反馈 回来给 就是复联寺的剧情发展 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 现在真的还是挺难猜的 也是猜 对 另外一个 就是好像 我还看到一些其他 有一个剧照 照片的 照片里面 就是看好像是 钢铁侠 就是Tony Stark 就是做了非常老的化妆 头发都滑白了 那个样子 我知道 他还穿的是 秀的衣服 对 就感觉好像是 或者是有一个平行空间的讨论 或者是 他其实是在讨论 关于未来的事情 他可能 穿梭回了 到了过去 改变了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就使得 复联第一集里面的 那些情节就不一样了 就可能 美国队长 醒来 更晚了几十年 所以就 Tony已经老了很多了 然后那个时候 他是神盾局的局长了 所以就有可能 有些这样的改变 不知道 真的就一切 我觉得太难猜了 那太收脑了 而且这东西 有些就是是真是假 是不是人家给你一个 虚晃一枪 你也不知道 漫威的电影世界 现在越来越会搞 这个东西了 想我们打分吧 打分吧 包子给这个电影的 打分是量 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虽然觉得像科技 就是这个什么世界 有一些就是 关于逻辑上的 上面的一些短板 但这个电影 总的来说 拿自己不是特别严肃 看起来非常好看 动作部分 也非常有亮点 我觉得我看了两遍 我觉得还是值得 我这两张电影票的 打分是量 你呢 我给他打个钟 我那个刚看完的电影的时候 是给他打个量 但是出来了以后 就是就越想越漏洞越多 就是可能就在看电影的时候 那些笑的那些东西 等我出了电影院以后 就没有那么深刻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 我只能给他打一个钟 OK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电影世界里面 本周还发生一些 什么其他的事 首先是寂静之地 在票房成功之后 已经正式开启 奥斯卡的冲奖之旅 导演是John Krasinski 这一部小制作 在四月份大红大紫之后 已经开始打致 寂静之地的续集 而这部电影的公关组织 已经开始向各路媒体 展开手段 寻求奥奖的注意力 这个挺早的 七月份 我觉得他这部电影 其实如果要拿 最佳导演的话 我觉得拿个提名 是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是大多数的 奥斯卡的好电影 都是在后半年 基本上在最后 那两三个月里面出来的 所以我不觉得 这部电影到最后 它会有很大的 会有很大的推动力 在那边 我明白你的想法 因为好像是去年 特别好的电影 叫做Logan 也是在大概是 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 出来的 通常二三月份 出来的电影 就是在时间上来说 比较吃亏 对吧 但是去年有一部电影 叫做Get Out 逃出夺病症 那部片子 其实也是 就是以恐怖为主题的 小制作 然后也是在 好像是五六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 四五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出来了 但最后在奥斯卡讲 这个怎么说 这个单子上 其实也是挺有注意力 大公大子的 我觉得现在 就是这个寂静之地 好像是试图 在走同样的路线 这部电影的第二集 已经开始制作了 而且好像是说 John Krasinski 一定会回来 让我觉得很困惑 我觉得这个电影一 它确实有一点 得奖的实力 所以说很希望 它能够有点 有点什么结果 但如果这个人 在被第二个电影里面 又回来演什么角色的话 我会非常非常不满的 可能做的前传什么的 我觉得死了就是死了 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这个电影本身已经很 外星人来到地球的 那一阵的时候 然后这个家庭是怎么 逃开大城市 到那个农庄里面 是就这一类的 反正做前传的可能性 大一点 如果需要这个演员 回来的话 是吗 OK 下一条是 Scott Johnson 我们很喜欢的黑寡妇 将会再次与机甲特工队的导演 Rupert Sanders合作 拍摄一部电影 叫做Rob and Tug的电影 这一部电影定在1970年代 讲述的是一位叫做 Jim Mary Gill的真实人物 这位女子又做巨女 又做按摩院 又男扮女装 变成黑社会老大 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新闻现在吵得很厉害 不是因为你刚才说的 而是他演的这个人物 是个变性人 所以就是说 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变性人 你应该去找个变性人来演 而不是应该让 Scott Johnson去演 所以这个现在新闻 闹得很厉害 我最开始在看 这个电影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电影 这个片子 真的就是说 一心一意的 又是为冲奖 而做的这么一个片子 因为他这完全就是一个角色 就是什么character study 对不对 这个人从什么都没有 然后从黑社会的最底层的这些 比如说做巨女 这些东西 最后变成一个黑社会的重要人物 那么他这一个成长过程中 就跟像什么 我们以前香港看的 一些黑社会电影 或者像什么刀疤脸 Scarface 这些片子很类似的 就是一个小人物 在黑社会环境里面 怎么成长的过程 追龙 但你要说 对追龙也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说 突然又搞变性人的这个事情 突然之间就让我觉得 有点吃苍蝇的感觉了 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毕竟讲的这个东西是电影 不管是电影 还是舞台剧什么 它这个核心是表演 对吧 表演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这个人 但你可以把自己呈现为这个人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方面 就是说做这个事呢 就是说一定要 难道会以后 因为现在在好莱坞 就这方面representation非常厉害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黑人 演更多的角色 我们一定要让亚洲人 演更多的角色 我们一定要让各种肤色的人 演更多的角色 那同性恋也是说 就是说我们不要让 异性恋的人来演同性恋的角色 就是你应该多找点同性恋的人 来演同性恋的角色 他问题是同性恋 他的演员也会去演一些 就是异性恋的角色 对啊 这个可以怎么样 这个没问题对吗 而且 对吧 这个没问题 而且像你要拍超人的时候 你不可能去找个外星人 来演超人吧 对不对 你这很多东西 就我觉得这个 作为一个演员 你就是要去演你不是的东西 对不对 你要演一个 你要演一个美国总统的话 你不能去叫一个美国总统 来演美国总统 这就是你的演员 这就是你的工作 你的职业 你看在这一点上 麦克尔道格勒斯 就跟我们有同样的感想 比如像这个电影里面 挑老板黄蜂女的时候 挑了Michelle Pfeiffer 对不对 当时的麦克尔道格勒斯就说 要想让他自己的 真实生活里面的老婆 来过来演这个角色 Tester James Jones 最后没成 因为大家好像都反对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美国政治正确这些东西 实在是太离谱了 就有些政治正确是需要的 但是就你做的太离谱了 现在就是 有一些比较 就是极端的这些人物 而且通常这些人物 这些人 他们的声音又特别大 如果是这样闹的话 又会影响这个片子的冲奖机会 不一定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片子 本来没有多少人去看的 反而他们这样一炒作 更多人知道这部电影了 对不对 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不好说 反正这个片子 出来了之后 到底是不是大家都想看 也是另外一回事 即使大家都知道这个片子 也不见得大家都想看 就像这个导演和这个演员 合作的上一部电影 也是Scarla Johansson 去演一个日本的机甲人 然后也遭到很多人的指控 然后到后来的话 这部片子 就是真的没有很多人去看 这也很难说 灾得很厉害 这电影本来就不好看 没办法 真的是不好看 OK 下一条新闻是 传奇一样的电影公司 Legendary 宣布了要打制真人版的 高达电影 这部电影将会是 与日本的动画公司 Sunrise合作 《环太平洋2》的制片人 叫做Kyle Boiter 出任总监制 高达是1979年开始的 著名动画片 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 今年早些时候 还出现在死皮大师的 一号玩家的电影里面 目前这个电影的故事主线 还不清楚 我是这么觉得 他们现在只是宣布了 要计划打造 等他们什么时候开机了 再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因为像Akira 这种很多这种 日本漫画 像改变成电影 说了多少年了 还有超时空要塞 就以前我们看的太空堡垒 也一直要说要做电影 好像还是 Legendado DiCaprio 买下来的版权 要做电影什么的 都说了 就是10年20年了 到现在都没有 唯一出来的就是 Scarly Johansson那一部 然后还是给人硬批批的 很厉害的 所以我真不觉得 这些电影就是说 Legendary虽然说 有计划要打造 但是看了上一部的漫画电影 漫画改编的 日本漫画动漫改编的电影以后 我真的它不会 砸太多钱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它对这个电影的片子 这个态度 有可能就跟 《还太平洋》的态度差不多 还是让中国人来买单了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首先 因为它一个动画片 本身是日本的动画片 对不对 但里面有一些黄头发 有一些什么棕色头发 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 种族的界限和区分 但是我觉得 一定是对亚洲市场很重视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已经有了 《还太平洋》的电影系列的基础 那么作为高达 它其实就是个大机器人 对吧 里面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穿一个小的战衣 然后合在一起 最后变成高达的一个 大机器人的控制组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他们可能是 在这方面确实有想法 然后做出来也应该不是特别难 电影目前这个故事 主线不清楚的一个原因 是有一些 关于制作电影的团队的人说 因为这个动画片已经40年了 里面有很多就是说 就是故事分线 随便挑其中一个线 都可以做出一个电影来 所以他们还没有决定 挑哪一段来做这个电影 但是这个目的 好像是为高达做一个电影系列 而不是只做一个电影 先把第一部电影做好再说吧 我觉得这个片子 很容易就是做得非常不好 因为现在这个大机器人的片子 就是没有一部好的 等一下看看今年稍微晚一点的时候 那个变形金刚 不抱任何希望 看看那个变形金刚怎么样 然后如果真不行的话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真的是没有好的机器人电影了 机器人电影基本就是这么个水平了 就这样 好的 那么这期节目我们说的也差不多了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继续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 在你的朋友圈里 在你的微信群里 在你的微博上面 告诉你的好朋友 让他们更多人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一起讨论电影 我们所有节目可以在喜马拉雅 荔枝FM 苹果 iTune Podcast 和网易云音乐上面 都可以搜得到 大话说电影 Movies and Chats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也每周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更新 不想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内容 那就赶快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对电影有任何的讨论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是建议 欢迎email我们的电子邮箱 moviesandchats 还是欢迎大家关注包子的微博 包子的微博信息 在每周的微信新闻贴里面都会发布 这是我们第44期节目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下周再见